這是LED燈條 這是LED燈絲燈 這是大功率LED燈珠 如果用固定電壓來驅動LED的話 雖然可以成功點亮 但只能亮或面 燈絲燈也是一樣 只能開或關 那有沒有什麼電路可以控制LED調光 而且結構又簡單呢 你看現在可以用觸摸感應的方式來點亮LED 還能長按來調整亮度 而且這個亮度還會被記憶 歡迎來到智慧幫 我們來製作一個只需要5個零件的調光電路 首先我們需要一顆SGL8023W的驅動IC 接著是一顆33Nano法拉的薄墨電容 還有1KΩ電阻 以及8050的電晶體 加上LED燈珠總共有5個零件 就能組成調光電路喔 首先我們拿出IC 我們把它朝下的接角往外折 兩邊都要折喔 折好就會像這樣子 對了 IC的角位是從有缺口記號的左邊開始編號的喔 第七角剪短 第二角跟第三角也一起剪短 這樣等一等焊接會比較方便 接著準備好焊錫絲 豬焊劑 清潔海綿 還有數位橫紋烙鐵 溫度一樣設定在300度 先把第六和第八角預先上錫 然後拿出電阻 利用電阻的銅線來做連接 把第六角跟第八角焊接在一起 焊完之後剪掉多餘的銅線 接著繼續用電阻的銅絲 把第三角跟第六角連接起來 因為要跨過IC 所以稍微把銅線折一下 同樣先在角位上上錫 再焊上銅線 讓第三角跟第六角連接 焊接完成之後 第三角跟第六角還有第八角都連接在一起啦 接下來固定好IC 把1K歐姆的電阻焊到第七角上 然後電阻不要碰到第六跟第八角的銅線喔 然後拿出8050的電晶體 將兩側角折彎 中間角剪短 再把電晶體的中角焊接到電阻上 然後將射擊那隻角往IC的方向折彎 再來拿出單心線剝皮 把IC的第一角跟第四角連接在一起 多出來的銅線呢 就往電晶體的射擊方向彎 並焊接在一起 接著拿出33NENO法拉的薄墨電容 焊接在第二角跟第四角上 因為薄墨電容沒有急性啊 所以方向不拘 隨便焊都可以喔 但注意第二角別碰到第一角跟第四角的連接線喔 接下來拿出一條單心線 把它捲成螺旋狀 這就是等一下要觸摸感應的控制按鈕喔 你可以露出銅線 也可以像影片中喊絕圓筆的線也可以喔 再把這條線焊接到IC的第五角上 然後把電晶體的幾幾角位稍微拉出來 將LED的正極焊接到IC的第六角上 再把LED的負極焊接到電晶體的幾幾上 最後焊接電源線 負極接IC的第一角 正極接IC的第三角喔 這樣就完成啦 這是手繪的電路圖提供給你參考 需要的話可以按暫停截圖保存 接著拿出可乘式電源供應器 這在電路測試中非常的實用 你看只要觸碰螺旋電線就可以開關LED 長按還可以調光 你看亮度越來越暗 到你想要的亮度的時候放開手就會固定 即使你重新開啟 剛剛的亮度也會設定被記住 是不是很方便呢 我們來觀察可乘式電源供應器的輸出波形 當LED全亮時 電流的波形是穩定的直線 但只要開始調光 電流就會變成方波 這就是利用PWM脈衝寬度調變的技術 透過控制方波的開關比例 來達到調光的效果喔 你看這樣子就完成觸摸調光的LED燈啦 你可以自己設計成露營燈 氛圍燈 還能無段式調光 是不是超實用的 而且所需要的零件不多 也不複雜喔 你也可以把它換成LED燈條 先把燈式燈解焊下來 再焊上LED燈條 接上可乘式電源供應器測試 沒問題 功能一切正常 我們拿出一條USB線 從中間剪斷 只留下USB-A的部分 波線時同時露出大約2mm就可以了 再把原本電路上的電源線拆掉 改焊上USB線 記得正負極不能搞錯喔 這樣就可以用USB行動電源供電 插上電源 就可以變成一張可吸式的調光LED燈阿 這個電路可以驅動5.5V以下3W以內的LED燈跑 你也可以把它做成床頭氛圍燈阿 可以調光的手電筒阿 或者是露營用的銀燈都很適合 如果你要驅動更高功率的LED 只要更換電晶體 並注意IC輸入的電壓降壓就好了 這就是一個簡單又實用的調光電路 你學會了嗎? 那麼記得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